我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主要会比较偏向在应用面的东西 那程式面的东西 我会稍微提到一些 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 它事实上不是 我们一般的使用者可以使用而已 事实上企业上面可以把它 拿去跟企业上面的 这些资讯系统 做一些整合 然后做到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今天不会教大家 怎么写程式 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它的一个运用的情境可以这么做 OK 好 首先呢 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ChairGPT的发展 以及它的原理 好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ChairGPT呢 它其实是由一间国外的公司 也就是这个OpenAI的公司 它所开发的一款 自然语言处理的AI模型 好 那什么是自然语言呢 好 基本上就是我们呢 在讲的话 这些文字 它就是所谓的自然语言 好 所以中文 英文 法文 德文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 甚至于程式语言 好 也是一个所谓的自然语言 OK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 其实ChairGPT 它本身背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 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型 好 那前面加个Chair 好 前面加个Chair 其他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经过所谓的GPT系列的人工智能模型 然后呢 经由微调的这个 微调的这个动作 来创造 它专属于聊天对话场景应用的模型 好 所以呢 把它称作叫做ChairGPT OK 那对于非技术人员来讲的话 你所熟悉的ChairGPT呢 恐怕是你开启浏览器 然后打了网址 会进到ChairGPT的操作界面 OK 那那一个呢 它其实呢 是OpenAI所设计出来的一个网站的画面 在上面呢 它让呢 所有的使用者 能够透过聊天对话的方式 来跟这个ChairGPT 也就是背后的这个AI的模型 来做互动 所以呢 我们在讲到ChairGPT的时候呢 首先大概要先分清楚 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 或者我们在谈论的主题 指的是OpenAI这间公司 所开发出来的那一个网站 或者是我们在讨论的是 它背后的 这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一个AI模型 OK 好 那这个ChairGPT呢 它其实呢 在OpenAI里面呢 是经过一系列的演化而来的 它并不是一个突然间 这个长出来的东西 只不过呢 在演化的过程中 它突然到了 某一代的版本 也就是大概在去年11月份主用 突然间释出之后呢 让大家在使用上呢 发现 这个东西还真的蛮好用的 所以才从去年11月份 开始呢 这一波热潮呢 就挡不住了 就挡不住了 OK 基本上呢 付费跟没有付费的差别在于 免费使用的 这一个场景呢 背后所使用的AI模型 基本上不会是最新的 也就是 其实是它的上一代 那有付费的订阅用户 所使用的 背后的这个模型呢 是它的最新模型 是它的最新模型 目前的差别在这个地方 针对有付费的使用者 也就是所谓的订阅用户 它开放了 这一个ChatGPT 这个系统 能够对外连线 也就是它能够搜寻 网路上的资料 以及它可以结合一些 所谓的 也就是所谓的外挂 那待会我会示范给各位看 那这些外挂呢 都能够去增强 这一个ChatGPT 这个网页系统的一些功能 以及它的一些能力 针对付费的使用者 突然间开放了这两个 两大功能的原因呢 就在于在技术大会里面呢 Google呢 也推出了他们自己的GPT的模型应用 所以呢 在这一个OpenAI这个地方 也赶快的呢 再释出的它的一个下一个武器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以对外连线 然后呢 可以结合一些所谓的外挂 来增强它的能力 那待会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一些好公主的问题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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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